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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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戴著,不是所有的都有,有人戴著 而且還適用 沒有適用啦,他是誤觸 誤觸,壓到的 就噴著整個車廂 大家,哎呀快跑啊 有人上挖毒氣啊 哇,這個怎麼辦呢 這個東西呢,會造成恐慌的 那這個呢,有什麼法律 來,來赫止,當然 這一個當事人 他是不是故意,那也是一回事 那待會呢,你來幫我們做分析,好不好 在分析這兩個之前呢,還有一個事情 是下個月呢,就要上路的 也就是職場 各位呢,在公司裡面呢 如果公司 沒有呢,防範呢 公司,就是職場裡面呢 的暴力會發生的話 沒有防範的話 要罰雇主喔 最高,最高罰到15萬 最低3萬 這個企業主現在要做警察的事情 這個賽車站我覺得 太詭異了,來自從 還要做那個前科調查 有暴力史的人 這可以嗎 這個有,有沒有侵犯到隱私 基本上 問人家前科 除了警察之外,誰都查不到前科啊 是啊,那我可以 雇主要應徵的interview的時候 可以問你說,來有沒有前科啊 基本上他說有跟沒有 對雇主來說都沒有意義 唯一有一個行業特別叫做保全業 保全業 保全業有,有規定你要拿良名證什麼的 哦,計程車司機去不去啊 計程車也沒有 沒有嗎 可是我記得很久以前好像有倡議過 但是有部分他其實違反憲法 對啊 想起來了 就是那個 洪宛如命案發生之後 那時候有提議過說要弄良名證 後來不了了之啦 太困難了 因為發生個車禍 有個過世傷害罪也拿不到良名證 對啊 你說這個是前科,可是他的職業啊 有一些企業現在也會要你去拿良名證 良名證就是 你沒有前科的紀錄表 沒有前科紀錄的證明 那你就拿了 包括移民也是要這個 然後特殊行業像保全業 他就是規定要這個 那有的話你用了 這真的會被罰 但一般的行業很難 尤其是你想 無心之過那種車禍 他可能因為沒有和解 或者是造成傷害 他就變前科了 可是我說實在 很多前科喔 你可以看到一些事件發生 案發之後 然後逮到嫌犯 你打他的前科一打 哎呀 比方說他是搶劫的 真的咧 他都有搶劫的前科 對 切到的也是貫切 再犯的機率很高 或者是那種打人 打架 在路上打架 一抓一打 裡面真的有傷害前科 就是說他可能是情緒 本來就一直很難控制 像香港那一個有沒有 那一個李德仁 自己有沒有 後來自殺那個 他以前就拿刀 情緒控制有困難 對他情緒控制有困難 他之前就去拿刀砍 他可能鄰居 所以還去坐過牢 所以他以前 法官就給他做 送精神鑑定 結果心理醫生說 他這個人啊 情緒難以控制 對 所以你看 所以這種人 你能不能剝奪他的工作權 也不可以嘛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這一條法律下個月要上路 我想再參參先來講一下 先把這個法的界定先告訴我們一下 這到底是在罰什麼 他很有趣 這勞動部要定了一個機制 他的意思是說 雇主如果你要做幾件事 如果對於夜間單獨工作 或接觸到金錢交易的工作 要特別加強預防 比如說會計 你要有一個什麼保險箱給他 或者是說要設監視器給他 或者還要按警報系統 有錢 那我們現在銀行都有嘛 但是他說你只要碰到錢的 那搞不好每個小餐廳的收影員 那邊也都要設 都要有個警報系統 萬一被搶 萬一被怎麼樣 第二個就是雇主要對 員工進行人際關係什麼 溝通技巧的教育訓練 雇主你要做這件事 不做的話你就被罰 好像當他的爸爸媽媽耶 爸爸媽媽才要教人家 小孩子 但是這個法很有趣 他就是你做完就沒事了 就算後來發生了暴力事件 也跟你雇主沒關係 類似 你只要有做就 他就是你要定出SOP 比如說發生暴力事件 雇主整個的申訴 然後調查處理方式跟紀錄 其實有點像我們現在的性騷擾 喔 性騷擾就是你雇主要做這些工作 是 做完還是發生性騷擾 你就是受理 然後調查 通報 這樣就不會被罰 就不會被罰 但是如果你這一個都沒有設 就是你要最基本的東西你要去做 你不做我就罰你 好 但意思其實 他能不能真正讓這件事情不發生 其實 很難吧 很難啊 這就好像北捷 對 北捷發生這個事件 是 你說我只要定了SOP 做了教育訓練 甚至我做了一些監視器的設置 我北捷就沒事 沒責任 不太可能 對 重點還是事件本身 所以 光罰雇主 其實又是讓大家跳腳而已 對 重點還是回到 欸 我們如果給雇主這樣的權利 調查他的員工 他的什麼 暴力史啊 對 他的這些前科資料 那你罰雇主還有點道理嗎 嗯嗯嗯 他什麼也查不到 對 當神不講個人資料保護法 對啊 你也不能 不能去到處去搜集他的什麼相關的前科資料 我哪知道他也蠻厚 是啊 我哪知道他衣服穿著好好的看起來好好的 一脫下來前面刺青一個鴨 後面一個霸 是啊 我們像現在你說我們講性侵犯 性侵犯回到社區 對 我們沒有 沒有人知道 我們沒有梅根法案 我們不能要求助記說他住在哪裡 對對對 在國外美國他們是有一個梅根法案 就是你可以知道你的社區裡面有什麼人 對 我們連這個都沒有 你要雇主去做這個預防的動作 當然利益是良好 對 意思說你在職場裡面 在你的公司配置上面你盡量能夠防範 有監視器發生暴力你可以馬上處理 對 而且你要接受這個申訴 尤其是後面的程序 所以你不能雇主壓下來 不處理 那這個部分我認為特異 那你說要特異雇主這種 防止暴力那個 預防犯罪 警察局都做不好 對啊 還要預防 你要預防 你怎麼預防呢 那企業主他腦袋裡面想著要去 趕快接訂單 把他品質提升 然後呢 多賺點錢 甚至可以給雲工分 安全環境是重要的 但是你不要說的 雇主都會做 是啊 只是說你要把他變成刑事化的話 只是 好那他做完了 他就沒責任了 如果之後發生暴力事件 他是不是可以用三 你要求他做的事情 他有做到 沒有被處罰 所以他就可以卸責 是 這樣也不太對吧 而且喔 企業是多大的企業 公司 對中小企業 三個人的公司要不要設 好麻煩 三個人要怎麼弄 然後連鎖店到底是多少人 對啊 我的意思就在這邊 所以這個 感覺上 你這樣看的話 以你念法律的 這個是一個 它現在是有行政命令 行政命令 行政命令就是說 讓你該做一些機制 那這個機制你有做 我就不罰你了 那就是讓大家 這就好像每個人都要考試 要考一下 我就通過了 那其實這個東西 最後會怎麼樣 就是你要太過刑事化 對啊 那這種呢 我就覺得刑事化的事情 有些時候 政府要做的事情其實很多啦 但是有些時候 做了 推出來的這些法令 或者行政命令 都會讓我 其實要可行 然後要務實 對 要務實 可行又務實 你講得真好 難怪你在民意機關待了這麼久 因為這個看起來就是 不太務實的 對 打高空幹什麼呢 好不好 大家都會 大家都會標準作業幫你做完啦 是 那之後 能不能預防 其實是個問號 那既然是打高空 我們就不 不予多討論了 那討論一下 已經發生的 哇這個比較 北捷呢 北捷這一次 因為呢 政捷事件 我想大家 現在去搭捷運 其實感覺好像每個人都 不是因為真的事件而受傷 都是因為害怕 跑來跑去 然後撞傷或摔傷 沒錯 對 那什麼事情會讓大家 害怕 跑來跑去 撞傷呢 就是因為 這些風吹衝動 對 那今天 有一個人在跑 你大概全部的就跟著跑 對 一定的 因為什麼 搞不好那個人只是 只是從後面走到前面而已 不是 搞不好那個人趕時間 對 來不及為什麼 離岳太近一點了 沒有沒有 你知道那個 那個急率都有 現在剩下30秒 對 或幾秒 他的車就要開了 快跑啊 對不對 趕快要趕那一個 結果呢 大家看到跑 快跑 趕快跑 欸 我跟你講 這個是會發生的 以前不會發生 而且都還沒搞清楚耶 對 以前 以前不會 然後現在會發生 一發生的時候 警察就抓到 你幹嘛跑 沒有我看人家跑就跑 這個 我跟你講這個人同恥心 心同恥理 我們去做可能也一樣 也是一樣嘛 我們也沒有多冷靜 說實在碰到那個情況 因為 你不知道狀況 而且如果一個人跑就算了 如果兩三個人 四五個人一起跑過來的時候 我告訴你 你會以為 又有人尖叫 對 那你會以為是熊來了 哇 趕快跟著跑 好啦 這個 一個 一個 婦女搭捷運 那當然他身上 現在已經買了防狼噴霧器 防狼噴霧器 就是因為害怕才去買這個 對嘛 這是害怕嘛 然後結果怎麼那麼巧 就掉出來了 掉出來之後 他就把它撿起來 撿起來的過程裡面按到 噗 就整個車廂裡面 那個效果很好欸 哇 大家 馬上都感覺到了 因為那個是辣椒做的 是天然的 辣椒油 它不是毒啦 它是辣椒 結果整個車廂都 就趕快疏散了 就散了 然後還有人趕快按 按通知 緊急按鈕 我是司機 那司機現在都有警覺性 馬上 司機現在要趕快處理 不然會出事 然後 然後結果 到了之後呢 大家就疏散了 出散之後 我會講 這個事情呢 後續 其實這個婦女 你會發現她是 她是有良心的 她有道德的 她下了車之後 她還不曉得發生什麼事 結果後來她的新聞 哇 新聞爆出來了 趕快去說 欸 是我 是我 是我不小心按到的這樣子 好 那現在事情 我們現在就知道了 她並沒有翻譯 可是呢 我要請教珊珊 現在這樣的一個情況 像 因為警方說她要調查 警方調查之後 還講到有社違法 她可能違反了社違法 這個部分呢 可能大家都有期待防藍澎湖器的 或者是在電極棒 如果電極棒掉出來 不小心 去電到別人 這怎麼辦 怎麼規範 欸 基本上 如果要說她是犯罪 大概還不夠不至於 不至於啦 因為她沒有那個犯罪的意圖 其實任何的犯罪都很清楚 要有主觀的意圖跟客觀的行為 這個行為跟意圖是結合在一起的 像你這種 有一種情況叫意外 什麼叫意外 就是不是我意想中要發生的事情 只要是意外的部分 大概都不會有犯意 那沒有犯意的情況下就是 它可能還是造成了一些 公共危險啊 恐慌啊 之類的狀況 所以警方現在說 要用社會秩序維護法 我們那個社會秩序維護法 實在是一個包山又包 哈哈哈哈 為什麼 我們看到一條叫做 如果你裸奔的話 裸奔沒有傷害任何人 沒有 裸奔是用社會法 那一些調劑的有沒有 可是裸奔你如果沒有傷害到任何人 我就是有欸 哈哈哈哈 因為它如果身材很差 傷害到人家的觀感 就漏鳥啊 這種人 所以我們用社會法 社會法是有種公共秩序 公共安寧 那它可能是影響到公共秩序啦 那如果是用社會法開法 其實也不會很重 但就這個情況其實 回過頭來還是回到那個 我們百姓之間那個信任度 現在是非常非常的薄弱 幾乎就是一張紙 真的 只要有人戳破 對 就全部都毀了 而且是每一天 我在想說 你看這樣 每天通勤的人 至少要做兩次 神經緊繃在那邊 所以其實 但這段時間 你也很難 用其他的方式去 改變說 讓你不要這麼害怕 所以這個 哪怕都已經有什麼進駐 有沒有之前 需要一點點時間 第二個就是 警方的那個 還是回到 中央不是說 他們人 人不夠嗎 所以不給我們了 所以接下來的兩個 兩個禮拜結束以後 接下來的 警力配置才是個 開始的問題 對 那這個東西怎麼樣 讓民眾真的安心啊 這個政府真的要做 蠻多工作的 嗯 第一你的人力配置 對 盡量 見景率還是 提升到一定的程度 嗯 不讓民眾覺得安心 嗯 第二個就是 在車站 車上的乘客 其實 我的建議是 你叫他們不跑 真的很難 嗯 以現在的狀況 因為第一天就是 一沒跑的人就 對死了 所以跑的這個情況 可能還是某個程度 就是要有一些些冷靜的 冷靜的人去幫忙 否則 你看 大家都跑 你看 我剛剛那個跑 是那種 年紀力壯的男生 也跟著跑 是啊 也摔倒 對 如果假設我們發生這麼 有嚴重 可能有問題的話 我們其實 你說 老弱婦孺跑就算了 我們年輕人 年紀力壯的大男生 可能也跟著衝 所以變成沒有人去幫忙去 在現場做一些什麼處置 其實是蠻可惜的 可能大家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就是類似這樣的情況 第一 自己稍微冷靜 否則可能更危險 對 因為那個 沒有被這個毒氣毒到 搞不好摔死或踩死 都有可能 是啊 因為就是一點風吹草動 就引起大家恐慌嘛 恐慌去踩死人 其實我們在 包括你看像 對 你看列車還會行進 你看 你在那邊衝門的時候 對啊 你看那個劇院 還有像什麼體育場 足球賽 足球賽 沒有 一恐慌會幹嘛的時候 很多人是被踩死的 一擊 對 他是被踩死的 他絕對不是被什麼 所以說 他不是被真正那個危害弄死 對 而是他被自己的恐慌 對 恐慌帶動了民眾呢 他的一起的那種 好像那種 羊群效應 對 有一隻全部跟進 然後就這樣跑 所以 這樣子的 的 情況 我覺得 可是 這怎麼去做一個 群眾上面的一個 集體教育呢 這個很 目前為止 我覺得短期內很難 捷運局有沒有這樣的想法 捷運局有沒有這樣的想法 捷運公司 他們現在 欸 第一他們 叫做營運嘛 營運就是開車 是 可是對於乘客這一環 很難做 因為我們法令 很清楚 就是 大眾捷運法 沒有其他的法 所以對於乘客的部分 也只能宣導 好那我先進廣告 廣告之後呢 因為山山是台北市議員 那捷運這個應該也要 你們要質詢的話 也是他們要對你們負責嗎 要 OK好不好 我們再聽聽你有什麼想法 好 好 來結拜訓我今天就要受邀邀邀 對陣下 黃珊珊大律師在我們現場 山珊你好 你好 你也是台北市議員 那所以 台北市的捷運的安全 當然 你可以去質詢到 也可以去監督 那 所以像現在這樣的情況 大家 風吹草動 然後呢 背宮事情就是引起恐慌 這種呢 造成的意外 更是 無辜啊 我講他媽媽 真無辜啊 因為就沒有什麼事情 就是一個防燃澎湖器誤觸了 然後 那可是像 萬一如果引發了 這種羊群效應 那就是有人去被被踩傷了 甚至發生不幸 這個算是很難 那 OK 捷運 捷運公司總要有一些想法 或對策吧 其實捷運公司 它其實是屬於營運的部分 所以 對於乘客 因為我們的人員配置 我們也不可能在每一台列車上 都有人 警察也只能支援 對 所以你車上的狀況 其實你很難用 任何的方式去 讓這個民眾不跑 嗯 你現在的狀況 尤其是正解事件之後 短期內 大概能做的 其實就是增加檢解率 嗯 讓民眾覺得比較安心 嗯 碰到事情 他知道有個人在車上 可以處理 可是在這段時間過了 我們假設 我們其實都 不是只有這種方式的話 那 是不是有一些民進的力量 嗯 民進的力量其實是有志工的 嗯 如果可以引進志工制 就不是會有人在醫院門口幫你代理 那種 對 志工制 我們有訓練一批 比較有時間 有愛心的志工 對 第一幫忙引導一些人搭乘捷運之外 對 是不是也可以讓他們 比如說個別 可以在裡面 因為你用公務人力永遠不夠 對 那志工 我們現在是台北市的市民 我也覺得 捷運安全之外 我可能退休了 我就來當志工 嗯 我就在裡面協助 注意安全 甚至發生事故的時候 有一個人可以 比較冷靜的去處理 而且你比較容易把志工 集合起來訓練啊 你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 然後他可以在現場做一些 疏導也好 或者是 然後等於是我們 因為很多人喜歡當志工 你知道嗎 嗯 有些退休的老人家 他真的 80歲還在我們 市立醫院當志工 很多 還有當環保志工 是 還有當那個什麼 地方上很多的志工 其實捷運公司 可以用這個名利 把它結合起來 欸 那我突然想到 那疫警呢 疫警是警察局的配置 是 所以如果可能的話 其實民 他們也會輪班 他們會幫忙巡弱 他們也會幫忙做那個 主要是存在演戲 是 那平常如果可能的話 先把這些民警 疫警 民房 還有民房 民房是做一些 保密房 不要不要 不是保密房 民間的 比如說我們要 公安演習 大家要去 這些人 就這些人力 他跟警察局的配置 名利無窮 你可以成為一個義傑 那不是義賊喔 那搞不好有那種學會騎拿手的人來參加 就是啊 比方說那天那個 那個老先生 陳 陳峰 我都還記得他名字 陳峰 他順便給他當義傑 有啊 我們現在正在 正在找那個 散打協會啊 他們的教練 他們 最近也接到很多 就是我們 他們想要 開班授課 教騎拿手 免費的嗎 免費的 對啊 那就可以把我們這些 做捷運 成立捷運志工隊 然後呢志工隊呢 有這些人來幫忙 傳授你一些 秘密課在裡面 第一看我們捷運的那個 營運績效好不好 是 服務好不好 第二個 這個秘密課又可以幫忙 在現場比較冷靜 做一些相關的處置 這是一個方法 那你這個可以 跟捷運局提供 是啊 這唯一的辦法是 用民間的力量 是 蘇南廷我們的公務 就算就只能請那麼多人 對啊 我們就算請了兼職的 什麼 那他熱情還不見得高 對 志工其實是很熱情 很多人 他可以就地取財 是啊 每一站 他每一站 就住在那一站附近的人 對 就來幫忙當當志工 志工 是不是 他也不用這邊 然後呢 給他一個 小小的 其實沒有什麼 他們其實要的是 那個志工證 那個志工證 是國際認證的 喔 真的 如果你幫政府做事 像我們的聽澳 像我們的華國 他的志工認證 都是國際認證 他可以怎麼樣 沒有怎麼樣 但是他拿台北市的志工證 到台北市的景點可以打折 對啊 你只要給他一點相對的 相對的 我覺得這個方法呢 至少呢 用大家全民的力量 而且民眾來參與 那民眾呢 他的愛心 跟他的那種耐心 他可以站在民眾的這個立場去做著想 而且比較不會有人有廢話 嗯 對 也比他能夠跟民眾接近啦 他的想法會比較 而且效率也高 馬上就可以做了 好 這個我覺得是很好的方法 好 那就麻煩這個 要競選連任的黃珊珊 來幫我們 提出來看我們捷運公司 有沒有時間做 好不好 來來轉入這個 我們呢 最容易可能發生的 包括所有要在內 就是這一次的那個彎彎事件 那他們之間是因為這一個LINE的對話 被PO出來 那個截圖被PO出來 所以呢 現在引發了 好啦 這個對話 到底是誰流出來 流出來的話呢 他現在今天你看到報紙的話呢 可能最終會判到三年 三年的徒刑喔 那所以呢 呃 對於我們來講 我們平常生活來講 我們大家有用LINE 現在越來越越多 大家都有 不要說LINE啦 包括其他通訊的通訊軟體 有簡訊 啊 Skype啦 什麼以前還有MSN啊 什麼什麼 很太多的 包括簡訊 這些東西 可不可以呢 你傳給我 我就傳給別人 這樣子 我就會犯罪 基本上 你們的LINE也好 對 或者是你的群組裡面的聊天也好 對 其實它都是一個非公開活動 群組也不行喔 群組還是有特定人啊 哦 你不是直接對公眾來公開 對 所以它就是一個非公開活動 你跟朋友之間的LINE 一定是叫做非公開活動 是 那非公開活動 包括你的對話內容 包括你的打電話 對 電話錄音 這個都是 你 你當事人 你是可以有的 有這份東西 對 但是你把 無故把它洩漏給 當事人以外的第三人 嗯 其實都構成刑法上的防犯秘密罪 真的喔 非公開活動 哦 所以你看狗仔隊 狗仔隊跟拍只能拍到什麼 門口 是 我進去就不可以 進去叫做非公開活動 對 但是你在大馬路上牽手啊 幹嘛 它是可以拍的 是 那只是會有所謂肖像權的問題 嗯 就是你可不可以拍我 嗯 那我有我的肖像權 對 我的臉是我的肖像權 對 但是相對的是說 那個是公益性質的 還是 有故意侵權的 嗯 另外一回事 所以LINE的內容 一定是當事人之間 才 算有權利人啊 對 你如故把它洩漏 就算你自己在裡面 嗯 你把它洩漏給第三人 而第三人他又做了 這次是報導出來 對 就 我們兩個的LINE的內容 怎麼會在 雜誌上面 或者是 新聞上面露出來 嗯 這一定是當事人其中一個洩漏的 嗯 那洩漏的目的是什麼 方法是什麼 你 除非啦 嗯 除非可以舉證 你沒有惡意 對 就像類似像邀哥所說的 對 我今天去參加一個同學會 是是是是 我照了一張照片 對 我就LINE給我其他的同學 嗯 其他同學不小心看到 某一個人帶了不是老婆的人 就告訴了他老婆 對 那你的這個轉述的 因為他是不是個非公開活動 在一個餐廳聚會 對 只要你的餐廳的狀況 是你的包廂什麼的 對 他其實密閉 他大概就是非公開活動 那如果是坐在那種大家一看都可以看得到 那個就是公開活動 哦 以前法院就有判過啊 就是結婚有沒有 那個門有沒有關起來 別人能不能進來 就會決定他是不是公開 哦 不特定仁德共見共聞 哦 就是說你如果是到那個 到那個那個這個什麼 所以狗仔可以在餐廳拍人家吃飯 對對對 可是不能到人家家裡拍人家吃飯 所以在荒郊以外你們去烤肉啊 同學會我們去加油烤肉 在外面加油烤肉的 那你被拍到你去PO 那是無所謂的 對 但是如果說你們是 非公開活動 記得非公開活動 那講聽話當然 或者傳耐絕對 絕對不是非公開 但是比如說 絕對是非公開活動 比如說你跟同學講一件事情 你要把這件事情告訴 另外一個同學 誒我剛剛跟他講了什麼 對 直接貼比較快 對 那你可能比較沒有那個反應 因為你洩漏這個東西 第一個有沒有造成他的損害 第二個他 他是不是只是單純的告知 而不是說洩密有什麼目的 還是回到腦袋裡面那個想法 我是惡意的 還是故意 沒有 侵害權利 那如果是這樣呢 假設 假設呢 我就傳了一個line給你 我就跟你講說 誒我跟你講 我覺得 我們以前那個同學 叫做小兵好了 那小兵現在變得好現實喔 我覺得他現在 那個什麼事情 就很 很那個 就是 就是 就我把這個 施力言 他現在怎麼樣 什麼都講錢 講錢 應該我在罵他 對 然後呢 然後你就想說 就跟小兵講一下說 小兵啊以後不要這樣子 我覺得大家同學都對你了 覺得你現在很施力言 真的我跟你講 因為 劉俊耀就這樣講啊 你不相信喔 來我把劉俊耀的line傳給你看 好啦小兵看到說 你 對我 講我勢力言 講我怎麼樣 或者是政治 就是還有更不好的記憶 而且還有直接證據 是不是 那 這樣子 這樣算嗎 算 如果他的 那我可以去告你嗎 對話內容 珊珊你怎麼可以把我傳給你的 所以這就是一個 非公開活動的 轉述的狀況 對 那 很少 就大部分人都是叫做 謠言 對 謠言你很難直接 就怕 你的目的是說 這個已經不是謠言了 這是有直接證據的 可能你認為是誹謗 不是 珊珊你的好意 你平時好意上想說 告訴小兵 說其實人家都 大家同學都覺得你失戀 這不是謠言 不是我自己看 這是劉俊耀講的 所以你把我的 就轉給他了 你的目的其實是想說 像小兵 對 以後你要改善一下這樣 可是呢 如果 小兵來質疑我的時候 意要認定的話 他的確會有妨害秘密的問題 真的嗎 進廣告 廣告之後呢 這個事情 我不相信只有我 會有這種問題 每天每個人可能都有 都有這個問題 尤其是同事之間 職場上面 太多這樣的問題了 那這個問題 在界限在哪裡呢 進廣告廣告之後繼續聊 好,我們來接拍現場 劉俊耀,壽耀 黃大律師在現場 珊珊妳好 大家好 現在談這個問題呢 是我想一定跟你切身關係 你要注意聽喔 因為壽耀也經常發生在那個邊緣上面 到底這個要不要轉給他呢 人家跟我要說 欸,誰傳給你什麼 那真的嗎 你傳給我看看 我如果一傳過去的話呢 我就涉及妨礙秘密罪囉 因為那是你跟那個人的非公開活動 是不是 可是問題是阿,比方說 但是他有一個 這個構成要解也要做無故啦 就是說 我們一定 我們在場的人 我們自己留下自己的紀錄是OK的 對 就是他跟你之間 你們有這個紀錄是OK的 對 那你把它傳出去 基本上是要經過他同意啦 是 那不然就是 可能你們去打官司的時候 把柯柯拿出來當證據 大概都不會有無故洩漏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是說 你是不是竊錄 不是竊錄的話 基本上你也不會犯罪 對 但是就是 剛剛姚哥講的 我跟他的 非公開活動資料 我給了我們兩個以外的第三人 對啊 這個行為 的結果 可能會造成 其中一個當事人 不同意你把這個東西給第三人 而且可能涉及到說 他說話的內容 或是什麼 那這個可能 中間如果嚴格追究起來 真的那條線是很低 因為那個腦袋裡的翻譯沒有辦法 判定的那麼清楚 因為我那個轉的 目的跟翻譯到底是什麼 是 所以最後會不會構成妨礙秘密罪 可能法官還是要去審酌說 到底你那個目的跟翻譯是什麼 沒有啊 這像過失嘛 過失傷害 過失就沒有罪啦 開車不小心撞到你 可是過失傷害他還是判他 妨礙秘密罪 只罰故意啦 就是他沒有什麼 對 可是問題是 你如果你一轉 我就是覺得你這樣轉就不對了 比方說我今天 我今天是長官 今天呢 我現在講的是職場上面的 那我對某一個部署呢 A呢 我覺得對他有意見 但是呢 這個事情呢 現在正在做一個case 我就不希望A參與 所以我就跟B跟C跟講 我說欸 這個事情喔 我就發難全組 B跟C你們聽好 這事情的案子呢 就不要跟A講 就不要跟A講 因為我覺得他最近呢 怪怪的 然後呢 怎麼樣 懶散啊什麼什麼 結果呢 C就 跟A是好朋友 對 他就跟A講了 你看長官說你這樣喔 我們的群組 不相信我LINE給你 A看到了 好了 A可不可以告我 你怎麼可以講我懶散呢 你怎麼可以講我 怪怪的 你講的內容是不是 符合所謂妨礙名譽 或者是有公然侮辱的狀況 就是有沒有不實啦 文字的內容還是要看 到底有沒有不實的問題 他說確實懶散喔 確實懶散 可是你也不可以這樣講我啊 還是說 還是你覺得 你可以把這個東西 各位 你們把 要跟剛剛講的那個長期 在沒有網路之前 他是不是長存在在職場 是 但是 為什麼有了網路 他可能就有事 因為有直接證據嘛 以前都是嘴巴講講 要搖椅嘛 但現在變成有直接證據 那直接證據就是 回到你所說的這個事情 的內容 有沒有所謂妨礙名譽的問題 那我可以告詩伊 詩伊你怎麼可以把 我裝給你們的群組 基本上如果是這個 那可能就是回到 這是不是一個非公開活動 看起來如果他是群組對話 可能還是 是非公開嘛 那這樣詩伊 可能就犯了妨礙名譽 如果硬要追究有可能 是不是 但是他是不是還是回到 有故無故啦 還有他的翻譯是什麼 我就告訴你們 不要講啊 我說你們這個事情 不要跟A講 結果你C呢 所以這個標準 就我們每天在做的事情 大部分都不會 就像你每天上網 聽那些奇怪 那個沒有版權的音樂 大部分都不會被抓 但真的被抓被追究 還是可能侵權的 所以 唉呀 還是呢 大家盡量避免好不好 而且呢 如果說 不要把你跟任何人 私密的活動 透露給第三人 等一下 最後問一個小問題 那他如果改寫呢 改寫的話 就是偽造 偽造電磁紀錄啦 我不要轉 沒有啊 但是 我就告訴他 我說 C就告訴那個A說 長官說你喔 現在最近比較懶散 那他自己寫的話 那可能是他自己的 他自己的事啊 對不對 但是他引述我的話 那這樣我可以告他嗎 你可以告誰 告誰 告誰嗎 我說他懶散 怎麼可以引述我的話 哈哈哈哈哈哈 好 這是事實啊 我沒有偽造偽造 今天時間的關係 先談到這邊 不過大家呢 在用通訊來留守 盡量不要 小心 好不好 謝謝 盡量不要 小心 小心 震悲 噓 4 4 4 5 4 5